身為一位有志青年 工作會拼 生活水準會顧 出入更要有講究 把握每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 已經變成普遍應有的技能 生活多數時間 更像披著一勇氣做成防彈衣 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往前衝 但是不是有的時候應該停下腳步 認真跟自己聊個天 活在刻板印象中的成功 真的是你所需要的嗎 還是你想要的一切 其實自己來定義就好 不要忘了 我們都只能活這一次 如果這麼一次 自己只跟自己交代 別人的說法和看法 都留在別人嘴裡 我覺得 很可以 你是不是已經厭倦在買車的時候聽同一堆傾盆好友的建議 選擇一些暢銷 但不見得是你自己喜歡 甚至毫無個性的車款 是時候奪回自己的主控權了 畢竟那台車是你的 不是嗎 就像改變了永遠穿著西裝一樣的印象 奧迪Q2它已經成為非常有個性的小型頭手本 它除了在車頭擁有像家族的水箱護照之外呢 它的LED燈組已經列為標配 它引擎蓋上還有隆起非常明顯的折線 就連它的車側也有二合一的腰線 吸柱呢 它已經是採用鋼琴烤漆 甚至它上面還有奧迪的長灰 所以這些都是奧迪Q2的個性化標準 可是讓我們這輛試駕車更特別的是 它在154萬的Sport車型之上 還額外選配了以DC1的套件 這個套件呢 它除了擁有跑車般的帥氣之外 它還融合了像越野風格 還帶點玩樂氣息 在車裡面 它還有S-Line的方向盤 還有中間的幾皮包覆的座椅 它的氣氛燈跟很多車不一樣的是 它不是簡簡單單一條的設計 它是整面藍色流體面狀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是更加的絢麗 引進台灣的奧迪Q2 全部都是採用前輪驅動的配置 引擎也全部都是1.4升的渦輪增加引擎 這具引擎它的動力最大馬力150匹 25.5公斤免流力 雖然搭配上它的7速Extroni變速箱之後 它的輸出依舊是非常飽滿的 可是它畢竟擋位的設定上 不像鋼炮那樣的激進 所以你在山路上開起來 你會覺得它有時候衝進還是少了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只能靠方向盤 後方的換檔波片 來藉由降檔來提供更高的衝擊 在山路上提高車速之後 你會發現它前脈花承的懸吊 還有後扭力量懸吊 它雖然設定是比較舒適的 可是因為它後面扭力量懸吊 它畢竟沒有像獨立懸吊那樣 有辦法把左右的震動分開來吸收 所以後座的乘坐感來說 還是會稍微晃一點點 但是更好玩的就是說 當你把車速再提高一些的時候 像這個彎道來說 你在通過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將車子壓到一定的側頸幅度之後 它就可以壓著車子順順的通過這個彎道 在其他配備部分呢 前面的中台上面當然就是7吋的MI顯示幕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更想知道的是 這輛車的空間表現到底如何 以我163公分的身高坐在後座 其實它腿部還有側邊的空間其實真的沒有很大 而且中間它地板這邊也是有隆起 所以坐在中間的乘客可能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再加上它中間也沒有冷氣出風口 但是它也是有優點的 像是它的後座跟一般車子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旁邊的包覆性其實是很棒的 所以當前面乘客開比較快的時候 你後面也可以坐得很舒服 後箱的部分 椅子還沒有傾倒的狀況下是405公升 如果是64分離傾倒過後 則是1050公升 對了剛剛還沒有提到 它還有ISOFIX的兒童座椅插槽喔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空間 這樣的置物空間表現呢 應該也足夠許多小家庭的使用了 不要再管別人怎麼定義你的車了 我覺得Audi Q2它有非常帥氣時尚的造型 它的內裝配備呢 該有的也都有 底盤跟動力更是都有水準之上的表現 如果你認為未來後座滿載的機率很小 甚至大部分都是做小朋友 搞不好它還不會是你車庫唯一的一輛車的時候 買車幹嘛還要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Audi Q2搞不好就是你不錯的選擇 我記得這樣子 要 lon家庭 道路